感谢观看 时间到了 我先用一口白水冲淡我的味蕾 不光是冲淡我猪母吃过的东西 而是我十几年前吃过的所有的方便面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品尝美食 我们要先介绍这道菜 这块肉看上去很像是红烧肉 实际上吃起来它是什么呢 味道非常鲜美的雪鱼 这道菜的名字好像是叫雪鱼 芥末烧 烧什么呢 就是烧虾 抢掠 外焦里嫩 味道非常鲜美 接下来我特别要介绍的是这道菜 叫做南普陀 一品鱼翅 实际上呢 它不是真的鱼翅 是用金针菇 调味出来的仿造鱼翅 这样很环保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爱吃鱼翅的朋友们 一定要多品尝这道菜 为什么非得要去吃鱼翅呢 很抱歉 我没有吃过鱼翅 所以我不能说它像不像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非常鲜美 接下来就是月饼 月饼 对于我来说是有童年阴影的 还记得小的时候 每逢中秋的时候 我们父母的单位就会发很多月饼 那种五人馅的月饼 扔在马路上车压过去 马路碎了 月饼还活着 所以我对月饼一直有童年阴影 尝尝这个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是 它肯定不会把马路压碎 其次就是味道欲染纤维 关注精品购物指南 关注京城美食大赏 大家好 我是演员郭京飞